你好 我是犀牛 目前加拿大的新冠病毒肆虐 而为了抗击病毒 加拿大政府做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决定 要给所有需要的人 每个月发2000块钱的补助 英文就是CERB 今天这期节目 我要跟你来介绍一下 怎么来申请CERB补助 什么人可以申请 在什么时候申请 以及在申请过程中 申请以后 需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么就让咱们开始吧 先来说谁可以申请 申请人需要具备4个条件 第一 你需要住在加拿大 而且已经满了15岁 第二 你是因为新冠的疫情而停止工作的 第三 在2019年或者过去的12个月 你有超过5000块钱的收入 第四 在申请以后的一个月 你至少要有连续14天 没有任何收入 那么如何来申请 这个紧急补助呢 有两个办法 有两个办法 第一 去CRA的网站 My Account 直接申请 申请的人提供公卡号码和邮编就可以 第二 通过免费的电话 1-800-959-2019 这个电话是每周七天 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21个小时 可以随时打 这么好的补助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呢 为了避免拥堵 政府决定 让不同的人按照出生的月份来申请 4月6号 周一 出生在1月2月3月的人可以申请 4月7号 周二 出生在4月5月6月的人申请 4月8号 周三 出生于7月8月9月的人申请 4月9号 周四 出生在10月11月和12月的人申请 万一你忘了申请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耽搁了怎么办 也没有关系 周五周六周日 出生于任何一个月份的人都可以申请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 我给大家写了个表 大家可以看 好 申请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需要申请几次 有的人可能会说了 不是申请一次这4个月都会拿吗 不是的 现在这个福利是4周一个循环 每周给你500块钱 一个循环一共可以给你2000块 但是你每4周需要申请一次 一共最长可以申请16周 也就是4个月 申请之后 钱多长时间能到账呢 税务局给你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一种是直接打到你银行账户里 另外还有一种是给你寄支票 如果你选择直接让税局把钱打到你的账号里 是需要3个工作日 如果你需要收支票 那么10个工作日之后 你就可以收到钱了 下面咱们说一些可能比较造成混淆的概念 第一 领取补助期间可以有收入吗 答案是不可以 如果你在领取补助的时候有收入的话 你就不符合领取补助的条件了 所以记住了 在领取补助的时候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收入 第二 不是公民和居民还可以领吗 比如说你是留学生或者是工签 答案是可以 只要你满足前面咱们说的4个条件 就没问题 三 刚才说的4个条件之中 有一个在2019年有5000块钱的收入 那么这5000块钱必须要在加拿大收入吗 并不是的 你只要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国家 有5000块钱的收入 就满足条件 第四 在申请补助的时候可以拿EI吗 答案是否定的 EI和补助你只能选一个 第五 本来就没有工作 可以申请C2B的补助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这个补助的本意 就是给那些本来有工作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导致不能工作的人 一些补助 如果你原来就没有工作 那么你就申请不了紧急状态的补助 好 关于申请C2B的一些相关知识 就介绍这么多了 我是犀牛 我带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觉得节目还不错 欢迎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详细也能帮到他 咱们下期见了